为什么哈尔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选择结婚 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单身 今天又还了贷款 油还没加 大家好 我是乐乐爸爸 今天又给这个老婆孩子 交了保险 每次都是二月份交这个商业保险 今天又是交了这个房贷 商业贷款 哎呀 想一想真是你不努力咋办呢 这家老小的 出发吧 今天有一单挺高兴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 哈尔滨的清晨 看到阳光 觉得格外的有希望 新的一天 从挣钱开始 希望我这点油 能够这个维持这一感 哈尔滨的群历 现在车越来越少了 马上过年了 哈尔滨群历 地标性建筑 滨月长廊 好多 这个是游客呀 还是咱市民呢 在这边分分留念 看看这大雪人怎么样 这拉活路过此地 给大家路一段 哈尔滨 美丽的冰城 幸福冰城 群历啊 这个路过 给大家看一看 哈尔滨这个群历 非常有大都市的感觉 大家看到那个 就是这个楼体 全是不合力 就是富力将满了 这个富力将满 应该是哈尔滨 现在最贵的这个房子 应该是 说都不按平卖 现在都按这个套卖 现在一套是五百多万 这么一看哈尔滨 是不是很漂亮 就咱别往里去 就在这个登边 一看就漂亮 绝对有大都市的感觉 我这是路过 今天干了一单 挣了75块钱 还是挺可劲的 马上过年了 挣点钱 这么漂亮啊 这么一看哈尔滨 多繁华 是不是 经济人不一样 就这么一看 哈尔滨绝对美 希望哈尔滨能越来越好 这近市区了 这车就开始多扔了 现在一看跑活 还得再往往往 这个群力里头 群力车真少啊 这人还挺多呢 还对 这油六块一毛五了 又涨了 这两条又涨了 一直在稳中有声啊 哎呀 二百块钱 那就有底了 心里都慌了 你们这类类爸爸 很好啊 那个回来了 这饭都吃一半了 这些面条 还有葱蘸酱啊 这个今天挺高兴 今天挣钱了 今天接了三单 第一单这个油都要没了 然后接了一单 挺好 那个维持到就底了的吧 然后把这单做成了 挣了七十多块钱 真挺好 因为马上过年了 这个给的钱也多 有的人都回家了 人都不接单了 所以说挺高兴 大家刚才看到 就是前面啊 为大家展示的 这个哈尔滨的风貌 就是说临近春节 就是说一看哈尔滨 真的特别漂亮 我也特别爱哈尔滨 我的家乡 但是很多时候 黑龙江的这个省会城市 哈尔滨生活呀 其实很多时候压力挺大 今天咱们就探讨一个话题啊 就是说我身边很多 跟我同龄的都33 34了 女孩子男孩子 同班同学 还有很多没有结婚的 就拿我做一个比较 大家就能看出来 在这个哈尔滨生活 就是说没有正式工作 这样的人 这个群体 靠打工为生的 这个生活成本 到底是多高 我是从这个中产 由于这两年 生一步景气吧 变成了哈尔滨 收入最低的人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现在在哈尔滨生活的成本 大概是多少钱 现在呢 我给大家大概拢了一下 这个活着呀 就是围绕着六步走 第一步就是说水电煤气啊 还有网费手机费 就像我来说吧 一年就大概得3000块钱吧 然后这个柴米油盐呢 还有这个水果蔬菜 肉 这个就是生活用品吧 就是说吃的这一块 菜还得说夏天和冬天 综合一下 就是说这一年 也得12000 一个月就吃 最少最少你也得1000块钱 一个月 一年12000 我说的这个 我觉得够低的了 就是我家几乎不出去 应酒吃饭 还得说这样的情况下 还有第三呢 就是说为什么不结婚 就是养孩子这一块 费用也挺大 像孩子这生活用品 衣服啊 帽子 鞋啊 尿布湿啊 奶粉呢 就是初期这几年 就往后就更多了 往后还有托儿费 我就说先不说托儿费 就是这个前三年 我家孩子前三年 这个一年 就得2万块钱 就养这个孩子 我说的这个都是 养孩子的成本 是压缩到最低了 都不说什么去游泳啊 去开吊啊 去什么什么的 咱就说 就是说最基础 最基础的 都就是压缩在2万 如果你要是有一些 更多的活动呢 就5万10万都打不住 这个三岁以后 这个上托儿费 往后就又什么课学 补课呀 那马七刀 这越来越多 这个都不敢想了 第四个呢 就是说当大人呢 像我啊 我和我媳妇 就是说我几乎一年 也买不了几十个衣服 就算忽略不计了 就是不论是从内衣啊 还是说棉衣啊 二棉鞋啊 就是这些 我都忽略不计了 就说我媳妇一年 他卖衣服 就是说衣服 他也算不花钱了 就说他这个上衣服便宜 咱都不说了 就这个化妆品 加一点点衣服钱 就最少一个人 他得需要一万五千块钱 就是我 我这个都是保守的说 然后还有现在呢 就是我每个月 给我妈 给我爸是五百块钱 平时买东西我都不算 就每个月 我要给我爸妈五百块钱 一个月就六千 六千 然后再加上这个人行网份 就是说 不是说出去吃饭啊 婚丧嫁娶 你得随礼吧 就这些一年也得三千 加上我给我爸的六千 这就九千块钱 然后呢 第六项 第六项我觉得这个 支出是最大的 因为像我们这样呢 没有工作的人 就是你得为以后考虑啊 像以后考虑 就像说这个 我家这个保险吧 我个人啊 我都没有保险 所谓的伤险 我根本都没有啊 就是说 我就给我 我就给我 我给我女儿 还有这个 还有我媳妇 入了两个保险 就是现在已经入了 我媳妇入了四五年了 我女儿入了三年了 然后就是这个 两个人的保险 就一万块钱 因为这个 一个人五千嘛 我今天又收到了 这个催款通知 但是可以延缓两个月 每年的二月份就得交 我两个人的医保 每个人是六百 加起就是一千二 还有一个社保 我媳妇有社保 我还没有 我没交 所以说三个六百 你算了 一年就两万多块钱 再加上这个商业保险 就三万块钱 现在啊 就是初步一算 就这六大项 我都是压缩到最低的 情况下 就得是八九万块钱 就在咱们哈尔滨 现在就是说你生活 例如说你攒钱 房子很多时候 都是老人啊 老家给置办的 就像这样的 不还贷款呢 还好点 像我进城 爸妈没给我买房子 都是我自己 就是说挣的吧 然后还有贷款 现在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压力非常大 你不说攒钱的情况下 就八九万就出去了 这个为什么说 很多时候 身边的朋友 不结婚 不愿意结婚 你说很客观的说 你说你拿啥姐呀 家里条件好 那不用说了 早就结婚了 剩下的 他不想结婚吗 他想结婚 但现实生活中 你说很多时候左右 你怎么结婚呢 你这个钱在哪 财礼不说吧 就是说 他挣的不多 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 他就放弃了结婚 和生孩子的这个想法 有的人说 总说我黑哈尔滨 其实哈尔滨很大 哈尔滨有钱人也多 因为毕竟是 九百多万人口 对不对 但是你屈指可数 周围有钱人又有多少 就是说现在有钱人呢 占咱们哈尔滨呢 也就是25%到30% 最多了 中间层占的更多一些吧 能占40% 然后剩下的就是穷人了 就是说 你就即使是中间层 也就不过是3000多 4000 就是说 咱哈尔滨这个工资 就2000多块钱的 一抓一大把 现在挣钱不保证 所以说很多时候 生活压力特别大 这个就是在哈尔滨的 一个生活成本 冬天这个工资 就是 你开到手就变值了 这没办法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大家所在的城市 生活成本大概有多高 能跟我聊一聊吗 好了 再见